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的恩典 每一早晨都是新的 上帝每一天早晨 为什么更新大地呢 弟兄姐妹当然不是只有 给我一个很好的环境 祂在告诉我们 祂是使我们藏心的一位神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读三节圣经 我们来读第五章 路加福音第五章 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 与次禁食祈祷 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 耶稣对他们说 新人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但日子将到新人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禁食 弟兄姐妹 今天讲到禁食的问题 我想很重要 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祂在 你不要禁食 现在祂不在 我们就需要禁食 那我觉得 昨天的 昨天的 我们所读到 立位被造 弟兄姐妹 你知道每一次讲到呼召 就是讲到神的拣选 那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知道 神怎样做事呢 就是先分别出来 拣选的就是分别 分别 那这是什么 这是神做工的法则 在整个圣经里面 一开始创世纪 在一个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的这个状况 神做什么呢 就是分别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就把光跟暗分开来 弟兄姐妹 然后他说要 这个陆地要漏出来 旱地要漏出来 水跟地就分别出来 弟兄姐妹 分别了之后 再来是做什么 就叫做各从其类 分别是把性质不同的分开 那相同的放在一起 叫各从其类 弟兄姐妹 你知道神是不改变的 后来当然人犯罪以后 开始神就做 用怎么样来分别 用拣选的方法 所以弟兄姐妹 当时亚伯拉罕 亚伯就是被拣选 赛特被拣选 伊诺被拣选 诺养被拣选 后来神就拣选 亚伯拉罕 伊撒 雅各 从个人的拣选 变成团体的拣选 在整个就业里面 达到最高峰 就是大卫祭司的国度 这是整个就业的完成 但是到了新约 弟兄姐妹 上帝开始做什么 还是一样做拣选的工作 他不但拣选犹太人 他也拣选外邦人 我们这些外邦人 也变成他所拣选 弟兄姐妹 上帝要得到一个 荣耀的教会 这个荣耀教会 有一些人是犹太人 有一些人是外邦人 是各族各方 各民各主的人 都要聚集在上帝的面前 弟兄姐妹 感谢主 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拣选 从千万人当中 被拣选出来 启示录里面讲到 有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他是特特被 特别特别 特别当中的特别 被拣选出来 他们是无限量的 跟随羔羊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 每一个蒙恩的人 都是被招的 被招的 当然弟兄姐妹 被招的意思 就是被分别出来 分别 分别出来 但是被分别出来的人 你怎么回应 你怎么会被分别 乃是因为神 先拣选了我们 那每一个人 有一个回应 你回应到一个什么地步 你就进入一个 很特别的 一个情景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 就是有一个机会 那个呼召 已经临到我们了 所以每一个人 都可以进来 到神的 这个 神的这个 葡萄园里面 来服侍 每一个人都进来 每一个人都进来 但是弟兄姐妹 结果不一样的 结果不一样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你跟随的行之 或跟随到一个 什么样的地步 那14万4千人 这一群人 是说到 羔羊 无论到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都可以找到这一群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跟随有一个 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就是关系 关系 那这些所谓 跟随耶稣基督 所谓撇下一切 不是说 他就到深山里面去 或者 他活在半空中 不是的 不是的 乃是开始 他跟神 跟主 中间有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 你越跟随他 你就是跟他的关系 就越亲越近 你的 你的价值观 越来越像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简单的讲 就是 不为自己 乃为耶稣 就是保罗所说的 他就是为着 耶稣基督 他说 我没有忘记 违背那从天上的意象 弟兄姐妹 因为他是被拣选 他不但被拣选 他也被 被耶稣所托付 他要完成 那个托付 最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说 当跑的路 我跑近了 守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 弟兄姐妹 一个跟随 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一个完全 愿意完全 来为耶稣而活 那我们到底要怎样 才是完全 弟兄姐妹 就照着你现在的状况 你就是全心 有一个心态 就是我就是要全心 来为耶稣而活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过程 你会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小时候 我们就是玩磁铁 我们那时候 小时候没有很多的玩具 我们有一块磁铁 然后大家就玩 就每一个人 就拿一个回文针 或者是大头针 我们就画一条线 然后每一个人 推一推一推 看谁 先被磁铁吸到 那你就输了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耶稣就是那个大磁铁 我们每一天跟随他 我们就跟他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弟兄姐妹 有一天 当你被他吸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爱耶稣 什么叫做爱耶稣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学习 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第一件事 当你举手 决志 相信耶稣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一个荣耀的呼召 就已经临到你 我的身上 那每一天 借着读圣经 祷告 越来越认识 耶稣基督的尊荣 耶稣基督的荣耀 耶稣基督的美丽 耶稣基督的丰富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侍奉主 三十四年 那我从 跟随耶稣基督 开始认识主 一直到现在 已经超过了 五十年的时间 弟兄姐妹 耶稣一辈子在我生命里面 祂就是我最亲 最近 最宝贵 我愿意一生 跟随祂 使手 祂给我的托付 走在 祂自己心意的道路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那不是一个 很痛苦的一件事 不是说 我撇下一切 那我在这个世上 还有什么 弟兄姐妹 不是的 当你得到耶稣基督 其实你就真正的 抓住了你的人生 因为你的人生 是 我们是上帝所造 是造着谁造 是造着耶稣造 弟兄姐妹 当你越来越切近祂 你的人生 就会越来越不一样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这跟随耶稣的结果 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他们都成为 耶稣的同伴 我们看见今天讲 耶稣说 亲郎和陪伴之人 同在 弟兄姐妹 耶稣看我们 这些跟随祂的人 就是耶稣的同伴 耶稣的同伴 有一天 当这个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驾云降临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在祂的周围 有千万的天使 在那边 那弟兄姐妹 你怎么能够 走到祂面前 那天使告诉 会问你说 你是谁啊 你怎么过来 你只要跟祂讲 我是耶稣的同伴 那弟兄姐妹 你就可以到耶稣的 耶稣的跟前 那你跟耶稣在一起 弟兄姐妹 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是卑微的 是不是 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 在使徒行传 有一群的人 他们是被逼迫 他们被称作基督徒 他们是被逼迫的 但是弟兄姐妹 他们 这些 这些逼迫他们 说你们是 以耶稣一伙的 弟兄姐妹 在那个时候 他们是被逼迫 可是弟兄姐妹 在勇士的里面 这些跟耶稣一伙的人 其实是最 最有福的人 有一天 耶稣的荣耀 彰显的时候 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 这些与耶稣一伙的人 就一同跟祂 进入祂的荣耀的里面 弟兄姐妹 所以有一天 在保罗受感动 写一幅所述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说 他说求神 求神 将那智慧和启示的 赏给你们 叫你们能够 真认识祂 真认识祂 弟兄姐妹 接下来他说 叫我们知道 祂的恩招 有何等大的指望 祂的恩招 有何等大的指望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你要记得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被招的 当然被招 那谁可以继续的走 弟兄姐妹 耶稣说 被招的多 选上的少 谁是蒙恩的 蒙福的人 就是选上 谁选的 弟兄姐妹 你选上 神就选你 神就选你 神并不偏待人 你只要选上他 他就选上你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看见那一天 有谁被选上 就是那些 那些被称作罪人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既然连罪人都可以 这些被 最低沉的人 都可以蒙拣选 那我们就可以看见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被神拣选 你每一次拣选 弟兄姐妹 充满了感恩的心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 耶稣的同伴 阿们 上帝祝福你们 与你们同在 我们是耶稣的同伴 跟随耶稣 我们就成为 耶稣的同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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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